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果然 我发现这具身体是妥妥的三无产品 但是 不想放弃这个来之不易的修仙机会 三年来一直勤奋苦练 然而 三年了 我依然是个扫地僧 还是个快要死了的扫地僧 既然还剩一个月的时间 师兄来了 来了吗 在哪儿 那就说明还有回旋的余地 我在努力升到那灵剑 一定还有机会 扭转命运 剑子来了 哇 师兄 剑子 这是 小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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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帅 居然 也能看到别人的人生面板 哇 小师兄太帅了 听说这个剑子杀气很重 之前有个弟子不小心弄脏他的衣服 第二天就横死山头了 这不废话 人家十八九通用镜巅峰了 比咱们脆体径高出三个大境界呢 哼 要不 看看小师兄的吧 哼 小平一天 天选之子 尽其转折 在一颗歪脖子树下 意外收获一株五品血人补腾 从而顺利打破之骨 踏入万法境 你才是男主吧 等等 五品血骨糖 那可是个稀罕宝贝 要性温和而且吸收极快 试了就能立马突破到那灵境了 既然如此 性命攸关 对不住了 师兄 哼 找到了 只要吃了它 我应该就能摆脱被赶下山后惨死的命运了 好恶心的味道 抓紧吸收才行 爽 你们下次突破了三次了 直接到了那灵境 这下就不用担心被赶出流云踪了 你鬼鬼醉醉的干什么 果然来了 师兄我 这这这 好家伙 没了血缘骨疼就立马补上一瓶寒烟剑 天爷未放 未得也太过分了吧 师兄 我事才侥幸踏入那灵境 正准备去内务阁参加外门弟子考核 办完事就赶紧滚 要不是答应师父不再随便杀人 你早就是个死人了 师兄 可是要去云霄阁 与你何干 师兄 南寻风今日雾气失重 山路泥泞 还请师兄当心 不用你说 谁不知道你萧平天是个死结屁啊 什么天选之子 气韵加深 还不是被我拿捏了 哈哈哈哈 水忽冷忽热太要命了 得赶紧找到寒烟剑 否则我要提前一个月挂掉了 找到了 快给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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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给上中下三个品级 整个刘云宗只有一把上品法器 并且只有在灭门大难时 才能由宗主主持法器迎战 刘云宗长老们大多也就只有下品法器 而寒颜剑便是一把下品法器 虽说是下品法器 但是法力实在常见 没有能感觉到有一股寒烟循环之气 正在我体内流窜 这简直就是全自动修仙辅助神器 真是个大宝贝啊 踏入了纳灵剑 拿到了寒烟剑 这下我应该能改变命运 走上人生巅峰了吧 来吧 让我看看我的面板 近期转折 一个月后遭仇家所杀死无葬身之地 不是吧 狗半天还是有死啊 想呀 还想跑 这声音好像是赵玉虎 虎哥 我帮你安住他吧 这个赵玉虎 让着他哥哥入了内门 整天为非作胆 估计又是欺负哪个杂义弟子了 还是不要多管闲事 继续好笑平天羊毛 保住自己性命要紧 救命 救命 有没有人要救我 你们你们不要过来 你救啊 你就是救破喉咙 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 滚开 来吧 虎哥让你好好收复一半 一群男人欺负一个弱女子 还是人吗 叶楚云 混你了 来管你虎爷的事情 是不是几天没救你 皮肉痒痒了 给我弄死他 大哥 交给我吧 谁不知道这小子是废物一样 我一个屁就能把他崩了 不好意思 我赶时间 哼 你们一起上嘛 去死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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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滚 别让我再看到你们这群败类 快撤啊 快撤啊 嘿嘿嘿 你给我等着 走走走走 走走 都怪我这该死的正义感 到手的羊毛不会飞了吧 显日 多谢师兄相救 哈哈哈哈 姑娘不必客气 举手之 走 啊 情形言近期转折 三个月后 觉醒轮回地脉 地体重塑 气运回归 啊 女帝大佬啊 只可惜她三个月后才能觉醒 我能不能活到那个时候还不知道呢 师 师兄 你 你怎么了 啊 啊 没事 算了 送福送到西吧 哼 我看师妹你心神不定 这顾人当你服下 可调息元气 师兄 师兄 今日出手相助 心眼已经感激不尽 这 这顾元丹太贵重了 师兄 一定惨了很久 我不能要 哎 哦 啊 如今我已是纳元境 顾元丹对我收效甚微 倒是师妹你 或许可以借此机会 一举冲破修为 我不能一直保护你 我有你自强 我方能安心 叶深了 师妹也早先回去吧 我还有师妹任务在身 就先走了 谢 天不会忘记师兄的恩情 他 他没追过来吧 没 没追来了 大哥 叶楚云那个狗东西走了什么狗使运 啊 那把剑绝对不简单 那怎么办呢 虎哥 感觉我们打不过他呀 哼 你们忘了吗 我哥可是远海三重镜 别说是剑 叶楚云的脑袋我也要拿下 今天的仇老子一定要报 是云霄哥怎么黑灯瞎火的 一个人都没有啊 好神人啊 你在做什么 惹鬼啊 我只是路过不要缠着我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这个好像有点软啊 热乎乎 快点火火 跪下去 小师兄啊 这么巧 这内物阁好大呀 走着走着就迷路了 还好遇见师兄你啊 哈哈哈哈 这里是云霄阁 内物阁在那边 快滚出去 别妨碍我修炼 臭洁癖 谢师兄指点 进一会儿 后来 潜在你 前往荔枝洞天 获得修炼传承 原来血缘 谷藤 寒烟剑都只是开胃菜 这才是正餐啊 让我来看看 突破纳元境后 我也算是正式成为外门弟子了 每个外门弟子 除了可以拥有单独的动物 还有一次进入藏书阁 寻找机缘秘籍的机会 为了更好的薅羊毛 不对 叫济床仙辈的传承 这人是啥了吧 好好珍惜 这次进入藏书阁的机会 推手一个早晨啊 全是平平无奇的倒立的 一个有用的机缘都没出现 算了 还是自己进去找吧 闪开 别挡本大爷的路 又来一头肥羊 藏书阁废堆里 玄阶上品密集 黄天不负有心人 全街上品混元箭胎 这可是专门为箭修打造的 炼体密集啊 助手的鸭子 掉碗里了 太棒了 三两个时辰的攻堡 就突破到了纳元三处 混元箭胎是建修的炼体密集 身体机能越强 修炼的实力越强 又多了个增强实力的手段 结局还是没有变化 只是时间已经在倒计时了 仇家是谁 暂时也不得而知 既然如此 还是把能拿的机缘都拿了再说 是时候去闯一下黎珠洞天了 天煞孤星的命格 还真不是一般人能顶得住的 还好最近的机缘 都是在强化身体 不然又得英年早逝了 这是 好重的血腥味 血腥味越来越重了 什么东西软软的 这 这些都是 刘云宗弟子的尸体 什么人 我是 你是刘云宗外门弟子 可是接了师门任务来的 看来是外事长老带着弟子 在做师门任务 回长老的话 弟子不慎摔落悬崖 闻着血腥味 特地前来查看 我关你修为 也就是个刚入门的纳元净 摔下悬崖 一点事没有 你骗鬼呢 师父 死人一定有鬼 行了 外出武阳山弟子们遇害 还不清楚是否有幸存者 我们现在人手不够 既然来了 就正好打把手 王霜 你们俩去洞窟左侧 查看还有没有活着的人 是 师兄 我们走吧 师弟 我刚才不小心摆上脚了 要么你先去看看 我随后就到 好疼啊 师弟 慢先去啊 我脚好些了就去找你 对 好疼啊 应该是这个端下 王霜啊 王霜 耍这种小聪明 你的机缘 我可就不客气了 结石鬼人这么好 好痛啊 可不能拜拜错过 找到了 还活着 这应该就是贵人了吧 看看什么身份 断横 命格好运连连 命术命定姻缘 越错越勇 有这个好命鬼 近期转折 在舞阳山神秘山洞内 找到一颗神秘园胎 神秘园胎 对不住了师兄 看来是真的昏死过去了 没想到这一摔 既遇到贵人 又遇到新机缘 找到了 园胎应该就在里面了 哇 这家伙竟然还能运动天地元气 一会一久 园胎和书都先收起来 给他慢慢 是否将园胎伤害一致 收入储物空间 还好性命无碍 只是头部撞伤的有点严重 我需立即带他返回宗门治疗 你们俩留下看守矿洞 是 是 这次你做得很好 拿着新物 为宗门领取任务奖励吧 多谢长老 终于完事了 接下来就可以去黎珠洞天了 今天后山都无人把守 应该都调去看守灵石矿了 这就是传承的试炼吗 这是 天不生我 没有一剑 我可开山 断疆 这我 爱天 这就是刘云宗曾经的顶级剑袖吗 不知小二 若想保命 离去 好强大的力量 要不是复原剑胎 我根本接不住 终于完抗 我是不可能走的 自从来了这个世界 路过的阿玛阿狗都能随意欺辱我 我每天做梦都希望能反击 现在 好不容易有一个扳盘的机会 我想活下来 我想成为人上人 不会是太用力打死了吧 还以为这次有人能够继承我的一波 这小子 姿质还是不错的 确实最后一下用力过猛了 下次要再收一点力道才行啊 好小子 够坚韧 唯有心智坚定者 方可成就无上剑道 老夫去矣 不管残存百年 忠得后继有人哪 好命的小子 大和剑法共十二层 用心习得可保你入万法剑无鱼 情缘剑法乃旷式剑法 或许可达到剑道巅峰 只可惜只有上部前五层 下部最有可能出现的地点 是在南方的蛮荒 切记 两本剑法不以同时练习 如何选择揭看你的心智 小孩子才做选择 我全都要 找到叶楚云了吗 长老 宗门上下都找遍了 是啊 灭楚云 这几日你去哪儿了 回长老 弟子下山修炼去了 算着日子回来报答 好了 快跟我去见宗主 宗主 叶师弟 断恒断师兄 叶师弟 终于见面了 当日你救我 一直没有机会向你当面道谢呢 哈哈 应该的 师兄不必放在心上 你就是叶楚云 好强大的气场 叶楚云 见过宗主 确实不错 在外门弟子中也算是冒奸的了 三日后便是内门大笔 叶楚云 可不要让我失望啊 三日后宗门大笔 宗主有意在外门弟子中挑些人为以重任 断恒推荐了你 多谢宗主 多谢断恒师兄 行了 断恒 叶楚云先退下吧 是 武阳山弟子是被何人所杀的事情 调查得怎么样了 啊 还并未发现任何踪迹 不过据调查 赤鬼宗最近人员调动很频繁 或许有些关系 继续调查 盯紧赤鬼宗 是 内门大笔我势在必得 如果我成为内门弟子 能接触到的机缘就更多了 在立珠洞天四天内 我已经把大河剑法练至三层圆满 青圆剑法练至二层小城 境界也提升至了纳圆八重 啊 修炼果然还是要靠单药和环境的加成啊 另外还找到了一本新法万花剑法 和一块不知用途的罗盘产品 但光这些 怕是不够 博撤博撤 你是谁 好小子 我没看抖眼 不错不错 反应很快 原来是刘云宗的前辈 这种画的紫色秘术 多了一个紫色的秘术 可惜还是免不了一死嘛 所谓的贵人 该不会就是眼前这位吧 不知前辈有何指教 不愧是拿走混原剑胎的小子 是个可造之才 我没有看走眼呢 接着 我看你体内元气欲几 这本剑谱拿回去练练 对你有好处 多谢前辈 不用谢我 我就在内务阁 有时间的话 便来寻我 老头子我年纪大了 喜欢跟你们这些年轻人聊聊 前辈放心 晚辈若是有时间 会去拜访您的 这小子 倒是有点性子 这么多年了 那老家伙留下来的剑法 终于有人继承了 听说这次内门大笔的奖励 比以往要丰厚 第一名能得到极为罕见的杜鹅神丹 还能任选一本秘籍 何止啊 听说有一位一只隐识不出的长老 这次竟然想从胜出的外门弟子中 挑一个亲传弟子 真是罕见的 怪不得这么多人报名 排队排死我了 喂 小子 滚出来 给老子让位 后面 排队去 你说什么 活腻了 混蛋 最凡装大义把狼还插队的人 天哪 这不是今年风头正进的何手棋吗 发生了什么 我都没看清 何手棋被一招秒了 他不是外门新秀吗 也太快了吧 本来排队就很烦 还遇到这种傻叉 这小子 力量不错 叶倩 你怎么看这小子 何手棋太蠢 被他钻了空子 若是我 两招之内他必败 速敬速敬 比武开始 本次内门大比分为四轮 第一轮 百人混战 我下去吧你 第一轮比赛结束 进击者 第三轮 第三轮 也是外门弟子间对战的最后一轮 最终决出前六强 没想到这么快就到第三轮了 白竹青 他怎么来了 都第八次了 这家伙真是屡战屡败 屡败屡战了 八次都没进内门 什么情况 看看他的面板 霉运之神转世 任何人靠近过程的时间 都会带来不幸 这也太惨了 是个跟我一样惨的老倒霉蛋 白师兄 承让 叶师弟 我要开始了 这家伙虽然倒霉 但是修为境界却不查 不能掉以轻心 别勿 孤注一掷 压 大 连续中击 哇靠 这个叶楚云是真的猛啊 一拳一个 这家伙才是外门的黑马啊 叶师弟 刚才只是开尾菜 现在才是真正的 这 叶楚云胜 今年的内门大笔 可比早年有气 真是财俊 辈出啊 你看这个丫头怎么样 她可是今年 最有可能拔得内门头筹的选手 心高气傲 可惜实力配不上野心 那您看她呢 太过正派 修仙意图 不可太刚正不阿 这两个已经是资历相当不错的了 你要是都不满意 红袖长老 恐怕这里 没有能让你满意的人了 未必 我看 那小子就不错 喂 你就是叶楚云吧 你能走到现在运气不错 但是遇到我 说明你运气用完了 叶剑可是外门最强 已经远海四重镜了 黑马这次输定了 听到了吧 我去你早点认输 省得丢人 明白吗 嗯 运气 我从来没有过那种东西 不识好歹 月女剑法 七旋剑法 可等 什么 一内的原力 怎么突然波动无法控制 是因为刚刚使出了七旋剑法 以为过敲 挡下一剑就能赢我 我倒要看看 你还有多少好运 七旋剑法 这小子疯了吧 竟然想跟叶倩对剑 叶倩手上这一把 可是中品灵气 区区目剑怎么可能赢 这家伙 怎么会有如此深不见底的原力 怎么回事 那是叶楚云的剑 与你这水平挺进外门前十二 已经算你走率 想进内门 你就别异想天开了 果然啊 叶楚云还是奇差一招啊 叶倩毕竟外门最强 打成这样已经不错了 是啊是啊 这下你还觉得叶倩不行吗 顾贤德 你什么时候也老眼昏花了 方才这小子使的是山下武者接会的七旋剑法 虽有改动 但骗不过我 而他的武器更是一把随意打磨的木剑 在这种情况下 叶倩都没能重伤他 这种小子 在隐藏时 方才 怕是七成力都没敢使出来 他居然没事 不愧是黑马啊 可太厉害了 你高兴的 是不是有点太早了 居然完全没有伤口 都怪那个怪老头 在我跟叶倩对见那一刻 突然传音过来 小子 短短三天 七旋剑法就是这样 不错呀 以后若想跟着我练剑 许做到两点 进入内门 且博得内门头筹 另外 不能败任何刘云宗长老为师 自恋的老头 我可没说想跟着他练去 不过我现在身怀剑无名的传承 若是败刘云宗的长老为师 铁定会暴露 既然邓鹏祖是我紫色命术的贵人 我便赌他一手 抱歉 本来想拿个第六名 低调进入内门 这次 怕是不能让你赢了 就凭你 你剑都没有了 拿什么和我斗 叶倩 你纵然有天资 但与你的家事脱不了干系 实话说 以你的家族背景 但凡有点天资 一头老母猪也能上天 你 小 他哪冒出来的 怎么会 他 其实怎么跟之前派弱两人 叶倩 你 太弱了 这是一剑秒了吗 这还世人干的事吗 这刚入外面几天呀 进步也太恐怖了吧 一号场 叶楚云胜出 抽签交换战场 进行第二轮战力排序 裁判 这一场我认输 你好歹上了台之后 大家都说我是个夯货 其实我机智的一批 叶倩都打不过 我肯定也打不过 反正都进前六了 名次对我没差别 叶倩帝 加油哦 不要这样啊 第三轮结束 大笔最后一轮 与内门弟子对战 采用替换制度 一旦内门弟子失败 即刻逐出内门 胜者将成功进入内门 被玩弟子入场 师弟师妹们 大家好啊 这是你们的门粉 老哥 老哥 最棒 哥快跑 你不是叶楚元的对手 什么 让我虐虐他 虎弟放心 哥哥会替你报仇的 玩犊子咯 接下来 由内门弟子选择 想要对战的选手 我先来 我选择和他交手 这可是我特地 跟长老求来的名额 今天我就来 搓搓你小子的锐气 替我弟弟报仇 这货才应该叫赵鱼虎啊 真的虎呀 哥 我对不起你 没什么选择了 龙哥可是高出叶楚云 一个大境界呢 快点啊 什么时候开始啊 小子 现在乖乖跪下认错 然后再留下你那把剑 兴许我还能让你输的 不那么难堪 哎呦 我好怕怕哦 敬酒不迟迟罚酒 天飞得打得你满地着牙 小子 再不出剑 可就来不及了 对付你 我不用剑 我云要拳你 这怎么可能 这 提神靠 无法 真猛啊 这叶楚云怎么这么猛啊 要叫我下去了 是叶楚云 他人还快 跑来 叶楚云 可 可以了吗 人都给你打运了 这很难不是在公告死仇啊 不是他还没说认输啊 赵师兄 你不行啊 还打吗 认输 好久远啊 本次内门大笔结束 进入内门的弟子共有四位 本次内门大笔除了丰厚的奖品之外 还有一项特别的奖励 这就是那位隐士长老吗 太年轻了吧 请说是从青霞峰下来的 这位是青霞峰的红袖长老 今天来 是为了在你们中挑选一位 做他的亲传弟子 哇 叶楚云 你可愿意拜我为师 我虽不敢称自己剑法无双 但万法竟已经鲜有敌手 拜在我门下 你不知亏 而且青霞峰女弟子众多 到时候也好为你收一门亲事 那个传说只收女弟子的青霞峰 居然破例收男弟子了 哇 叶楚云这是飞来桃花运啊 拜入青霞峰 叶楚云之后就平不清云了呀 哼 红袖长老 我很抱歉 我只想做内门弟子 不想做青传弟子 什么 他居然契约了 你说什么 不识好逮 红袖长老可是多年没动过收徒的念头了 看上你是你的机缘 宗主 弟子确实没有做青传弟子的心思 也罢 难得还有人不愿意做我的弟子 当是有趣 哼 既然他不想 那就好好让他做他的内门弟子 谁让我先答应了那个臭老头啊 拒绝红袖 除了答应老头不败任何人为师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系统显示 红袖长老他 大限将至 哈哈哈哈 长老 你可要对我负责呀 你博得内门头筹 宗文不是给了你镀个神探吗 还让你到这来任选一本秘籍 你哭什么 还不是因为长老你 我才得罪了红袖长老 那可是青霞峰啊 整个刘云宗 哪个男弟子不想住在那里 好了 别哭了 我保证一个月内 祝你踏入远海境 此话当真 自然是真的 我既让你拒绝了红袖 便是有了 教授你的心思 走吧 先去三楼挑选一本秘籍 至于选到什么 就看你的机缘了 哈哈 三楼 哪里可是金转弟子 才能建议的秘籍 这回赚到了 我真是服了 一本秘籍有这么难选吗 半个时辰了还没选好 哎呀 拳法张法我都没兴趣 这些身法倒是合适 哎呀 但是种类太多 难以抉择呀 不错啊 没有继续贪图剑法 还是虚心弥补不足 是可造之才 来吧 我给你选 此乃充虚鬼法 举步生风 幻影一行 是递接上品身法 寻常人很难驾驭 也很难完全掌握 啊 放心吧张老 我慢慢学就是了 对了张老 你跟红袖长老很熟吗 算是熟悉吧 哎 很多年前的事了 你小子又打什么坏主意了 这不是把红袖长老得罪了吗 想弥补一下 不知道邓长老有什么好法子 他确实一直有个心结 这个女人虽然看着冷酷 但对徒弟都很好的 倾囊相守 只可惜 哎 他那几个徒弟运势都很好 时常碰到大小机缘 但你要知道 凡事讲究因果 得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终会被凡事 都死了呀 怪不得红袖长老 对徒弟的事情这么敏感 这么多年也很少收徒 不过以他的命格 一般人确实顶不住啊 哎 你别一口一个红袖 若被他听到 那一掌拍死你 他虽然叫红袖 但目前是宗门辈分高的人 那门长老 接把他称为 刘云老祖 什么 他就是刘云老祖 我记得秦熙岩不久之后 会败在刘云老祖门下 若是我能提早让他们见面 那可是给了刘云老祖 一个大礼物啊 他应该不会再找我麻烦了 秦熙岩 我身体不大舒服 明天你替我当职吧 啊 詹师姐 我已经帮你当职好几次了 若是被长老发现 定是要被罚的 长老们这些日子 都忙着处理内门大笔的事物 哪有空管我们 是啊是啊 我还去看了内门大笔 你们都不知道 实在是太精彩了 有个叫叶楚云的师兄 不仅拿了内门大笔第一 还把享受他为徒的 青霞峰长老给拒绝了 连青传弟子都不放在心上 简直不要太帅啊 肯定是因为红秀长老给的不够多 想当初宗主花了多少心血 才收了萧平天 哦 不愧是叶楚云师兄 好厉害 清晰眼 叶师兄的名讳 也是你能叫的 你不会还想攀附叶师兄吧 那可是未来 比肩健子消平天的存在 别懒蛤蟆想吃天鹅肉 叶楚云师兄 才没有你们想得那么肤浅 他不做青传弟子 一定有他的道理 你认识叶师兄吗 怎么说的好像很了解他一样 哼 我有个远方表哥 当时跟叶师兄 一起从五阳山回来的 我知道的事情比你多得多 我劝你认清自己的定位 你就是一辈子当杂役的命 别痴心妄想了 你 请问秦夕炎是住在这里吗 这声音 是叶楚云师兄 师兄 你是来找我的吗 你谁啊 不好意思 我来找秦夕炎的 有点事找的帮忙 人先带走了 叶师兄 秦师妹今日还要当职 不知你要带她去哪儿 我带她去哪儿 还要向你交代 这 师 师兄 师兄 你先放开我 秦师妹 不好意思啊 我 没事没事 还要谢谢师兄 刚刚出面解围 不知道师兄找我什么事 不然 每天之后她连破四季 连圣体也觉醒了 秦师妹 你也知道我拒绝红袖长老的事 我现在得罪了她 要是找不到一个人代替我做她的弟子 我的麻烦可就大了 我不行了吧 你全当帮师兄一个忙 若不成 也代表我努力过了 刘英宗我也不认识别的女弟子 更没人愿意跟我这么胡闹了 如果我不答应 师兄肯定找不到人了 到时候 真要被红袖长老牵怒 他一辈子就完了 好 我随师兄前去 一会儿碰到红袖长老 记得把这块玉绝拿出来 红袖长老丢了许久 一直在寻找 师兄是从哪里得到这块玉绝的 我捡的 其实是从白猪青这个老倒霉蛋那赢来的 内门弟子叶楚云求见红袖长老 红袖长老 我给你送来一份大纪元 你快出来看看 包拯喜欢 师兄 无理小儿 大言不惭 谁允许你在青霞峰前大吼大叫 看这个气势 应该就是青霞峰上的上官晚长老了 上官长老 弟子并无冒犯青霞峰之意 之前让红袖长老不高兴了 这才想要弥补一下 弥补 你带了个脆体的女弟子来 是觉得我们青霞峰很缺杂役吗 守时吧 这不活的来你真的呀 可怜上了棉签被盗驴的女人 好狠 长老且慢 断横师兄 断横 你要干什么 弟子见过上官长老 叶师弟之前虽然冒犯了红袖长老 但他此番诚心道歉 不如上官长老给个机会 那他 你算什么东西 也得交五座事 宛儿住手 师尊 叶楚云 本座倒要看看 你带来的究竟是何人 若是无能之人 本座保你神魂俱灭 就是他 整个刘云宗 没有比他更适合做您弟子的人了 那个 师兄 万一 别怕 我相信你 把一绝拿出来 红袖长老 这是弟子之前 在青霞峰捡到的东西 此外想着墨规园主 所以拉一个外门杂役 就像做老祖的关门弟子 小心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原来如此 宛儿 你们都先退下 我有话要跟秦延熙夜楚云讲 是 老祖 我看这女弟子平平无奇 根本没有资格成为老祖宁的关门弟子 定是夜楚云 满口胡言 您可不要被这小子欺骗了呀 宛儿 你还是太浮躁了 退下吧 我自有分寸 虽只是初醒 但已初见征容 假以时日 必将明镇整个修行界 他可不是普通的杂役 而是大名鼎鼎的 上古神皇血脉的传承者 我吗 我真的是上古神皇血脉的传承者吗 你这小子 无事献殷勤 非奸计到 说吧 什么是有求于我 不愧是红袖长老 什么都瞒不过您 我想请您 在将来弟子遇难时 能保我一命 你小子 这是有多怕死呀 就连婉儿都没能 看出的血脉传承 夜处云竟能看出来 这小子 真是有趣呀 小子 我答应你便是 这片金叶子 有起子回生之小 你拿去吧 另外 我会对外宣布 你二人已败 入我青霞峰门下 隔一段时日 你来我青霞峰 走一遭就行 此外 我不多管你的事 多谢红袖长老 红袖长老人美心善 成命千岁 夜师弟 段师兄 刚才多亏有你 不然上官长老那一招 我怕是顶不住啊 拜师 我也是刚巧路过 我看过你和夜谦的 内门比试 和我初次见你知识的 修为相比 真是进步神速啊 夜师弟 你刚来内门不久 不如你来跟我修炼 我能帮你快速熟练 内门功法 来吧 好啊 那以后就有劳师兄 这个青霞峰上 人不忍拒绝啊 段师兄今天怎么还不来 他一向很准时啊 难道有什么事耽搁了 虽然最近跟着 当鹏组还有断行在修炼 但修为一直卡在 纳园九重无法提升 当鹏组说想要突破 需要一场实战 可我哪有机会实战啊 五阳山矿洞被袭击了 提出不少弟子已经丧命 八大长老已经去五阳山坐镇了 前山回来了一些受伤的弟子 长老召集我们去支援 快走吧 五阳山矿洞被袭击了 段师兄今天一天没来 还不会也去了五阳山吧 段师兄不会出事了吧 殿师弟 我来了 段师兄 你受伤了 严不严重啊 一些皮肉伤 并无大碍 已经在山门简单包扎过了 我想着你可能还在这等我 就过来了 知晓你这几日正在破镜 这是我从五阳山 拿回来的元阳玉 有滋养人气的功效 很适合你 破原海境不容易 万不可马虎 收下吧 师兄 你对我太好了 我太感动了 师弟切记 元阳玉的事情 可不能让外人知道 否则长老肯定要找我麻烦了 师兄你放心 我一定会保密的 有人 师兄 你身上还有伤 先回去休息吧 我去看看 追了一晚上还是跟丢了 昨晚到底是什么人 是在监视我 追了你一晚上 终于让我 抓到你了 叶楚云 你想偷袭我 好家伙 这又开始叠buff了 下山做任务 在温阳山都能得到一本神秘古谱 原来是肖师兄啊 误会误会 这小子这小子几日不见 竟然从纳原一处突破到了锦虫 误会 这里是云霄阁的后山 不可擅闯 还不快滚 是叶楚云来了 弟子叶楚云 拜见宗主 你最终 你最终还是败入青霞峰门下了 是 今日便是师父让我来的 他老人家说 我现在想突破境界不容易 最好的法子是下山历练 跟人实打实地交手一次 既然这样 平田 陈家宝的任务 你带着叶楚云一起去吧 让他下山历练历练 师尊 陈家任务弟子一个人就够了 不需要与人同行 宗主 我还是不麻烦萧师兄了 萧师兄实力高强 我只是个微末的小透明 万一拖了师兄后腿 可就不好了 你实力微末 整个刘云宗 怕是找不到第二个 像你这样进京神速的了 放心跟着平田去吧 多跟他学习学习 对你也有好处 就这么定了 我先走了 弟子谨遵教会 一定跟着萧师兄好好学习 萧师兄 既然宗主都这么说了 那我们走吧 陈家宝得刘云宗百年庇护之大成 世世代代繁荣太平 陈家宝每隔十年都会举行一次祭祖大典庆祝 刘云宗则历年都会派人保护 师兄 这个地方好热门啊 是在开庙会吗 师兄 咱们要先逛逛吧 师兄 你说这次任务到底是什么呀 会不会有危险啊 师兄 真是郭走 给我闭死你 这次任务是确保陈家祭祖大典顺利进行 其他的再多问一句 我就揪了你的舌头 师兄 我拨了 哎呦 这不是刘云宗的萧师兄吗 您怎么还亲自来了 刘云宗最近发生了不少事 这边只能交给我 原来是这样 那就要劳烦萧师兄了 那萧师兄 请问这位小兄弟是 非要跟下山的杂鱼而已 不用管他 我和陈家主有钥匙相伤 你就别跟来了 自个儿找个地方待着去吧 是 师兄 转什么 早晚给你羊毛猴吐 今天的我你爱搭不理 明天的我你高攀不起 陈管家 小子初来乍到 人生地不熟的 有劳你带我四处逛逛了 近来家中事务繁忙 上上下下一堆事等着我处理 至于你这个闲散人员嘛 恐怕我无暇关照 你自便吧 一个杂鱼而已 不管他了 我们走 看来是个欺软怕硬的家伙 看出萧萧天对我厌恶 想给我来个下马威 来讨好萧萧天 算了算了 那不劳烦陈管家 我自己去逛逛 外面那么热闹 我自己逛还乐得自在 看我的 谁丢的石头 居然敢偷袭我 看我不好好教训教训 哎呀 我的鞋面怎么弄脏了呀 谁呀 谁家熊孩子还搞这种恶作剧 身幼稚 居然打到了陈管家 哎 管家 哪个不张眼的 居然敢暗害我 别让我打一招 哼 一定是这小子在报复我 一个不知名号的毛头小子 也敢在我这撒饮 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来人 给我围住他 臭小子 站住 陈管家这是何意 我可是你们陈家的客人 刘云宗的弟子 臭小子 少在这装算 不过是个没名号的 杂鱼随从 居然敢用石头砸我 今天我就替刘云宗 教教你规矩 都给我上 是 区区一个刘云宗的杂鱼 别敢揭我头上 看我不打得你满地找牙 别打了 我知道错了 小人 有眼不失泰山 饶命啊 这可是你们先动的手 现在知道求饶了 不分青红皂白就打人 这就是你们陈家的做事风格 我算是见识到 臭小子 你快放开陈叔 这可是我们陈家的地盘 再不放开 我就叫我爹杀了你 少威胁我 不吃这套 没猜错的话 刚才那个石头 就是你扔的吧 这事我怎么了 在陈家 本小姐想丢谁就丢谁 还没人敢跟本小姐叫嚣 我劝你赶紧放开陈叔 否则 小姐就对你不客气了 活了 不过就这点实力 还要对我不客气 你是在开玩笑吗 你居然敢 不敢死 要坐上了 要直到怀里了 不要 我还是个 爱你我闪 混蛋 刚认识就投怀送抱不好吧 陈小姐还是应该矜持一点 不吃 你 你这个坏人 敢这么欺负我 我不会放过你的 我要让我爹杀了你 这 这是怎么回事 你们怎么闹成这样 成何体统 爹 你还为女儿做主啊 他欺负我 你也师弟好啊 段师兄也来了 真是太好了 原来如此 我算是听明白了 就是因为你 我平时太惯着你了 这么大个人 还整天瞎胡闹 爹 是他打人 都怪他 他还羞辱你 别说了 住口 那还不是你先挑起的事段 唉 惭愧啊 教女无方啊 让大家见笑了 你们几个混账东西 夜市弟乃青霞峰长老的 清传弟子 也是你们几个奴才 敢随意招惹的 来人呐 把这几个奴才 拉出去杖杀了 夜市兄饶命 家主饶命 都是小人有眼无珠 得罪了夜市兄 小人再也不敢了 求您饶小人一命吧 陈家主 小以惩戒就好了 我该打的已经打过了 要是再有不服的 也可以再来试试我的拳头 唉 闹出人命就不好了 今天就放你们一马吧 都是老夫照顾不周 夜市弟还请多见谅 我愿付三百克零食 补偿夜市弟 往师弟切莫推辞 陈家主客气了 三百个 出手也太过去了吧 这回发了 夜市弟大人大量 无意追责你们 既然如此 你们几个全都滚去柴房思过 送小姐回房 罚她五日不得出门 吃 你给我等着 我不会放过你的 不好了老爷 大事不好了 什么事 慌慌张张 贵押山上的岸上守卫 并报收山上 来了一群鬼鬼祟祟之人 恐惑影响机组大典 是否要派人 前去探看 什么 竟有此事 还要劳烦萧师兄和夜市弟 前去探看了 羊毛长出来了 萧师兄 这山上有点太黑了吧 身手不见五指的 害怕就赶紧滚回去 别妨碍我办事 四周连个鸟叫虫鸣都没有 说是有点诡异啊 情报上说的那群 鬼鬼祟祟的人 到底在哪啊 怕不是搞错了吧 有情况 小贼 哪里逃 速度好快 切除冲蛆鬼法 才能勉强跟手 此人不像是 不小心泄露行踪 更像是刻意引诱 师兄 这人好像有意 引我们去什么地方 怕不是个陷阱 我们要小心点 我倒要看 他们能玩出什么花园 去 说 你到底是什么人 否则 死 你可杀不了我 没想到你这么容易就中计了 这可是我们专门为你准备的杀招 小瓶剑 你准备受死吧 就凭你们也想杀我 去撒方 想利用幻术逃跑 雕虫消气 小师兄 突然提速怎么也不交代一声 我差点没跟上 我这里不需要你 你速回陈家宝 让断横提防赤鬼宗来袭 想跑 一风斩 他对着空气干嘛呢 站住 啊 师兄你去哪儿啊 这哪有敌人啊 这人疯了吧 哦 哼 没想到还留了个纳元净的小跟班 小平天已经自顾不暇了 他已经中了我们设下的困仙阵法 恐怕 他要跟他的假想敌 战到不死不休了 哼 吃鬼宗的 那你们可要失望呢 我师兄可厉害了 你们恐怕杀不了他 你身上的古谱 最终也会被他拿走 你说什么 好古怪 这小子怎么知道我身上带着古谱 他这是一个纳元净的小跟班啊 哼 蠢货 我炸你的 原来他真的在你身上 哼 我现在他是我的了 重去鬼房 好快 根本躲不开 啊 啊 好痛 啊 我的胳膊 你 爷爷 饶我一命 我把孤谱给你 你放过我吧 该死 怎么这个纳元净的战力 比我这个元净的还强 可恶啊 碰上硬茶了 让我放过你也可以 不过 你得先把解阵的方法告诉我 否则 我 我真不知道爷爷 我只是负责 把萧平天引入溃仙阵 并守在这里 等突完成间宝的其他人再回来 再处置萧平天 我只是一个小龙龙 进出阵法 我真的不会 老师 既然你不会解除阵法 那我就没办法饶你的命了 第一次杀人 还有点难以接受 可是如果不杀他 等他回去报信 会有更大的麻烦 人都已经死了 不想那么多了 拿了古谱再说 啊 这古谱上面竟然有封印 以我现在的修为 竟然无法打开 算了 先收起来吧 小师兄被困 不知道何时出来 肥羊师兄的面板 未显异样 应该不会有问题 还是赶紧回陈家宝看看了 注意警戒 这次行动十分重要 非我赤鬼宗的人 全都杀了 是 没想到赤鬼宗已经攻占了陈家宝外围 段师兄还在里面 不知道情况如何 强床肯定不行 得想办法混进去 呦 两位兄弟辛苦了 哈哈哈哈 小平天那里出了点意外 我得进去汇报了 站住 你谁呀 怎么从未见过 把你的霍玉拿出来看看 霍 霍玉啊 稍等啊 我找找 霍玉是个啥 嗯 该不会是没有吧 万肚子还真没有啊 唉 看来只能硬闯了 快看天上 来了好多人啊 好像是刘云宗的人来救援了 有机器 众弟子听命 陈家宝有难 怎么看我们前来救援 我等合力将防护杖打破 是 站着场面混乱 赶紧溜进去 不过来的怎么都是一些 清传弟子和内门弟子 飞扬师兄被针对 陈家宝此刻遇险 宗门也没派遣长老来解难 吃鬼宗这是对陈家宝 势在必得啊 求我一个人 实胆力薄 现在也很难做到里营外合 希望段行师兄没事 得尽快找到他 一起想个对策 你们这只混蛋 刘云宗的人 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废话真多 去死吧 本家宝这些修士还真是顽抗 宁愿死也不愿投降 不过现在 只要突破城主府这最后一道防线 东西就到手了 对了 武阳山那边找得怎么样 在刘云宗长老们私收武阳山之前 我多次前进去查找都没有找到 估计和我猜测的差不多 啊 吃鬼宗这两人说话神神秘秘的 好像在寻找什么东西 无论如何 必须拿到那两样东西 知道了吗 是 还有 任刘云宗那些老家伙没到之前 你尽早离去也被人发现暴露了身份 是 是谁在那里 糟了 被发现了 跑不掉了 身下完蛋了 喂 你在这鬼鬼祟祟的干什么 我 外围刘云宗的人正在破阵 我往前线去禀报 原来遮住脸就看不见面板了呀 唉 不知道这人啥实力 我能不能从他手中逃脱 知道 这是家主府内的地图 是让他们按照标记的地方行动 动作快点 是 太好了 居然没有被他发现 地图上的攻击点很分散 东一块西一块的 与其说是在攻陷 倒更像是在 找东西 还愣着 赶紧去啊 是 我真的去 外门邪道 今日我等 至此守护创中谱 爹不会让你们闯入 是吗 就凭你们几个蝼蚁也能拦住我 不自量力 去死吧 你怎么回事 居然看自己人 你是不是疯了 看清楚了 谁跟你们是自己人 叶楚云 怎么是你啊 是刘云宗的人 我们有救了 可好像只是个纳元镜 还没我们消违高 看不是来送死吧 哼 纳元镜怎么了 这么看不起纳元镜 现在就让你们看看 纳元镜的厉害 充施规法 叶楚云这么厉害的吗 以前真是小瞧她了 这怎么可能啊 一招就打败了赤鬼宗这么多人 她只是个纳元镜啊 怎么会这么强 两位还有什么要点评的吗 没有 叶楚云 没想到你还挺强的 看在你救了我们的份上 之前的事 我向你道歉 哎 现在情况紧急 过去的事就算了 你也别放在心上了 对了 你可知道段师兄 现在人在何处 是否安全 施鬼宗刚攻进来时 段师兄带着人出去迎敌 后来就失踪了 真的很抱歉 我现在也不知道 他是否安全 段师兄失踪了 施鬼宗人这么多 段师兄不会出事了吧 我得赶紧找到他 陈家主 我们只是受邀来参加祭祖大典 现在人员已经损失惨重了呀 是啊是啊 难道还有我们这些老家伙去拼命吗 我们都一把老骨头了 哎 这赤鬼宗到底什么目的 要钱还是要命啊 对啊 到底是为什么呀 诸位莫慌 我陈家上下一定全力抵挡赤鬼宗 这些老家伙 平时拿进陈家好处 这么关键的时候 一个个居然想临阵脱逃 真是太可恶了 气死我了 哼 我有办法 看我的 陈家主 我或许能解燃眉之急 这里的赤鬼宗 清理差不多了 其他地方的赤鬼宗 也都已经被我吸引到这里了 小师兄被侦探 宗门内又被牵制 赤鬼宗恐怕潮风已久了 这是我得到的赤鬼宗行动图 他们应该是盯上了陈家的要紧之物 只是不知道具体在何处 这 这什么这呀 陈家主 赶紧把他们所有之物拿出来给他们 这样我们也能活下来啊 是啊 是呀 钱财都是身外之物 我们要紧啊 快拿出来吧 叶师弟 你刚才说能解燃眉之急 可是想到什么法子了 狗狗有令 第一个冲进宗泽者 将赏赤破镜单一枚 冲啊 冲啊 不 赤鬼宗内外受灵皆有相好 目的必是迅速找到宝物撤离 叶伦斩 只要撑到刘云宗长王的突破外围的阵塔 就能不惯死刑 这些人实力虽弱 这些人实力虽弱 都像蝗虫一样 太多了 根本杀不完 不过经过实战后 身体确有要突破的迹象 这个小子有点意思 这宗次我们来搜过的 都没发现什么 莫不是藏有什么暗门通道 这群人在这里舍死防守 不会有错 东西肯定在这里 况且刘云宗的长老已经摆脱了我们在武阳山的牵制 不到一个时辰就能赶过来 我们得加快了 别耽误了任务 用手吧 小子 我来会会你 好快 来了个厉害的家伙 曲曲纳远镜小矛头 让你嘚瑟了这么久 不会真以为自己实力有多强吧 只是我没出手罢了 听了我这么久 终于砍下来了 这是 我这招炼成 你是第一个见过他们 就用你来试试这招吧 什么情况 这小子气势 怎么突然得抢了 大合剑法 我还以为有多强 你这剑法伤害虽高 可惜速度太慢 注定不是我的对手 怎么啦 你这招漏洞太大了 去死他 虎传 和狱想的一样 上当了 星园剑法 什么 这小子还藏了一招 这小子根本没想用大合剑法 而是为了骗我近身 真是太狡诈了 给我去 糟了 这一招躲不开了 撤 是逃不掉的 去死吧 赢 赢了 我会赢啊 真是太好了 别高兴太早 他还没死呢 受了这么强的预击 居然没死 真是太可怕了 确实小看这小子了 黄胜 你还在等什么 赶紧动手啊 看你这 下次再这样 就杀了你 好快 属于血鬼法才勉强躲开 刚刚使用擎人剑法 对身体消耗太大 已经支撑不住了 如果我们纠缠下去了 我得赶紧离开这儿 还想跑 吹上来了 我还有红袖给他保命体牌 难道真要约在这里吗 叶楚云 这边 陈小姐 受死吧 受了 危险 快闪开 叶 叶楚云 这是 这是什么 叶楚云 这里是陈家祖宅结界 是陈家老祖留下的 尚能支撑一会儿 只是家里的叔叔伯伯们 跑的跑 死的死 别担心 你父亲现在何处 叶师弟 你终于回来了 小柔 你去外面看着 别让人靠近这里 我有话和你叶师兄说 是 陈家主 有何事就请直说吧 叶师弟 求你救救小女吧 陈家主不可 你快起来吧 这是做什么 有话好好说 叶师弟 你也看到了 陈家已经无力回天了 陈家主 刘云宗的长老 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现在放弃为时过早啊 这祖宅屏障 是我陈家最后的防御 也最多维持不过一刻了 怕是刘云宗长老 没敢来就被攻破了 陈某 只想在临死前 求你一件事 忽悠小柔 进入青霞峰 陈家主 恐怕要让你失望了 以我目前的状态 自身难保 恐怕很难带陈小姐离开 此物名为玉吃梨 乃陈家祖上流传下来 陈家应其壮大 最终 怕是也要应其消亡 叶师弟心性纯良 此物托付给你 我很放心 随后 我会用秘法 将叶师弟和小柔 送出陈家宝 请叶师弟切莫推辞 这就是赤鬼宗 一直在寻找的东西 那我就收下了 陈家主放心 有我叶楚云一日 就绝不让陈小姐受半点委屈 爹 他们也闯进来的 若不是我爹将你带天的病友 你们早就死了 都死到临头了 还管得了那些 陈家主 赤鬼宗要的东西 你该交出去了吧 难不成 真想让大家给你们陈家陪葬吗 诸位 请容我准备片刻 叶师弟 麻烦你带小女先去内奸等候 好 叶楚云 他们人多势众 我好担心父亲啊 这些人贪生怕死 为了活命 他们不会逼我父亲交出东西吧 我来看看你们的情况 这些人应该会这么做 不过陈家主 肯定不会交出的 诸位很怕赤鬼宗吗 陈家主的面板显示 会被段横折磨至死 段师兄 折磨陈家主 怎么会是啊 赤鬼宗 要来就来吧 陈男后你疯了吧 你要干什么 这是什么 嗯 这是什么情况 防护罩 怎么突然从内部破开了 之前还在负语顽抗 这又是在耍什么手段 不管他们在耍什么手段 既然屏障引力 我们赶紧进去看看 任务要紧 爹 你要做什么 快放我们下去 啊 我们怎么突然飘下来了 陈家主这是开启了家族秘阵吗 啊 里面发生了什么 父亲不会出事了吧 啊 给我把阵法停下 阵法一旦启动 就无法停下 你死了这场心吧 啊 爹 是鬼宗的畜生 你快放了我爹 啊 这是之前遇到的那个家伙 叶师兄 我求救你 救救我爹 你救救他 陈小姐 如果我们现在出去 陈家主所做的一切 都白费了 哼 你们若是走了 我会用最折磨人的方式杀了他 陈小姐 还不如求求你的师兄 难道你想眼睁睁 看着你父亲惨死啊 肉儿快走 不用管爹 爹不怕死 爹只想你能平安离开 你一定要坚强的活下去 哼 爹初遇你快救救我爹爹 你不去 我自己去 爹 初遇 救 救爹爹 对不起 我只能这么做 陈家主你放心 我一定会护送陈小姐 安全离开 这个路线是去往游淫宗 只是传送速度逐渐变慢 力量也开始消散了 陈家主怕事 已经死了 不好 有人追来了 看来跑路已经行不通了 杂乱的地形 比较适合周旋 不要再挣扎了 你跑不掉的 乖乖把东西交出来 我少你们不死 我可没那么傻 我若是把东西交出来 你肯定立即就把我们杀了 我说的对吧 段行师兄 哈哈哈 叶师弟 看来你还不算太蠢 居然看穿了我的身份 那我就不必伪装了 念在往日兄弟情分上 交出陈家宝物 我保证不能为你们 哦对了 还有武阳山矿洞内的东西 原来你一直处心积虑地接近我 就是为了那个 你怎么确定在我身上 你跟王霜组队前往山洞深处 而在我杀死王霜那个蠢货前 他说前往洞穴深处的只有你 况且 叶师弟你最近进步之神速 很难让人不起疑啊 宿主 结局 近期转折 已更新 我将在落峡谷陨落 落峡谷 那不就是这儿吗 完蛋了 不是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吗 看近期转折的情形 或许还有转机 只要吞下杜恶神丹 被打成重伤 或许能够扭转生死 为了活命 只能放手一搏了 哈哈哈哈 杜恶神丹 想要吸收杜恶神丹 至少也要圆海静 你区区纳元静 怕是要被这股能量撑爆身体 简直是在自寻死落 这股能量 看来都不用我动手了 交出你手中的秘宝 师兄我就送你一场 替你早点结束痛苦 此 我就让你更痛苦 来吧 只要三重伤一下 就能够扭转生死 这怎么能 潘元剑 怎么回事啊 剑怎么自己出来了 我且至上才会护住 你一个纳元剑 怎会有此等宝物 怎么啊 这法器还能自动护主啊 这也太逆天了吧 可 现在也不是你表忠心的时候呀 得让他打我才行啊 你别妨碍我了 会死人的 哈哈哈哈 叶师弟真的是我的贵人 待你死后我会好好替你保管这些宝物 贵人 我说你小子别太离谱 刚才的公鸡 有碰到我吗 都没重伤我还想让我死 来 就跟你了 要不 在正面朝我攻过来试试 寒颜剑护主黄律力最高 但在我手上时 攻击地加成最多的远海境 跟断航抗航恐怕不行 叶师弟 死到临头还这么狂 看来 师兄真的得送你一程了 哎呀 我倒要看看 你有多大的能耐 现在 我牛 一边去吧你 哎呀手滑了 剑丢了 这可怎么办呀 只要躲开要害 吃你一剑又如何 来把我打成重伤吧 来吧师兄 哼 真是废物 连剑都打不住 没有了寒颜剑 我看你怎么抵挡我的攻击 去死吧 就来 啊 扔你走 怎么又回来了 你太眠人了吧 身体里那股能量 在到处冲撞 要不是有混元箭台炼体 我恐怕就真要暴体了吗 哈哈 嚣张吧 就凭你也想吸收肚饿神丹 身体马上就要被能量撑爆了吧 根本不用我出手 哈哈 我就在这里等着你死 哼 哼 孙子 这就放弃了吗 啊 你就这点能耐 叶楚云 其人太善 许多 甭尽兽 我阻断法器和宿主之间的联系 叶楚云 没有了宝物护主 我看你才怎么嚣张 哼 谢师弟 别再挣扎了 你的存在就是个错误 让师兄 送你安心上路吧 脖子 快断 再不中山 就要死了 只有这一个办法了 叶楚云 你 就死 哈哈哈哈 没实力还嚣张 真是愚蠢 哈哈 撵死你 比撵死一只蟑螂都容易 可惜 让你浪费了一颗杜鹅金丹 不然我必能踏入通幽境 哼 东西没在这小子身上 难道在他身上 哼哼哼 我知道你醒了 你在害怕我 身体等着这样 叶楚云哥哥 杀了叶楚云哥哥 别死了 叶楚云哥哥死了 现在我也要死了 不 不要 去下来 救你了 陪你的叶楚云哥哥 嗯 嗯 他身上也搜变了 怎么可能没有呢 东西藏哪儿去了 杀呀 廖师叔 陈家宝内的赤鬼宗 已经数斩杀 好 对了 可有萧萍天和叶楚云的下落 没 没有 赶紧去找 翻遍整个陈家宝都要把他们二人找出来 不然 谁也免不了被宗主重责 是 怎么会没有 这不可能 我一定要找到 南风绝对是把浴池里给了这小子 怎么可能没有 该死了 东西到底被他藏到哪里去了 为什么怎么找到没有 混蛋 死了还给我找麻烦 真是可恶啊 你根本不知道 我费了多大劲才把刘云东那些老头子困在五阳山 让他们不能下来支援陈家 好不容易 让萧萍天也按照计划中的安排被牵制住了 一切都尽在我的掌控之中 一看这东西就要到手了 只差最后一点点 鱼池里叫是我的了 是 中间插进来捣乱 毁了我辛苦殷造的一切 两次我与宝武师之交臂 都是因为你 下几个 可是 他体内容器又开始流动了 他的气息刚才已经明明没有了 怎么会这样 他叫我去让你死 我刚刚那一击 没有杀死他 你真的 哈哈哈哈 看来上天都在帮我 或许是杜恶金丹能量的冲击 让你回宫反照了 这一下我就能从你嘴里得到御赤林的下落了 哈哈哈哈 只要你还有口气就好 叶师弟 把东西赶快交出来 我可以饶你不死 刚刚你已经意识到了 你不是我的对手 剑修远海镜 净升成功 但能否不转身死去 从断横手里活下来 保住玉池里和陈小姐的命 就要看看这剑修远海镜 究竟有多强了 大河剑法 无封一术 哼 什么狗屁剑修远海镜 说到底 还是跟我玉空镜 差了一整个境界 你不会以为绞性活下来 就打败我吧 事实就知道 这 这怎么可能 好快 这是远海镜能发挥的实力吗 完全看不出它的攻击轨迹 还没完 情缘剑法 糟了 又是这招 都不过去了 齐旋剑法 去哪 怎么突然变强 这么多 竟然毫无还手之力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我和叶楚云之间 明明插着一个大境界 对了 这 浅修远海镜 这是什么境界 从未听说过 竟然和普通的远海镜完全不同 我败了 断师兄 败了 别杀我 叶师弟 求你别杀我 我已经被你废了修为 对你没有威胁了 饶了我 我 我可以告诉你一个秘密 你知道了一定要放过我 这个秘密 有关支柜宗 为何一定要拿到玉尺里 据说五百年前 万里黄沙之地 突然出现一座宫殿 名为镇荒殿 传说那里有西式珍宝 还有令天下人文风丧胎的修炼秘籍 有助强者 试图强行进入其中一探究竟 但都被顺杀 旁人只能忘能心探 而赤魁宗 一直在寻找的玉尺里 以及五阳山被封印的神秘圆胎 还有一种未知的神秘之物 这三个宝物 都是传说中 能开启进入黄镇殿的钥匙 一旦集起 黄镇殿将再度现身 解释可就将宝物 功法占为己有 壮大宗门统治修阵界 我目前知道的就这么多了 只要师弟饶我一命 我必将在赤魁宗 逃去更多镇荒殿消息传给师弟 理应外合 帮师弟拿起钥匙 一旦镇荒殿再次降世 师弟必能成就万职之主的伪业 所有人都要沉浮于师弟脚下 那可多谢师兄 四驾兄弟不必客气 这样也全当报了师弟的不杀之恩 那我先走一步了 后会有 谁 岳师弟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你答应放我走的 你可不是说话不算数的人哪 我可是把知道的都告诉你了 师兄 你该不会以为 我还是那个任由你拿捏的软柿子吧 你说的话 我一个字都不会再信你 你这种残暴无聊 虚情假意的小人 如果今日不及时除掉你 日后会留下祸盾 话这么大一个笔 一点有用信息量都没有 到底有没有镇荒殿还不一定呢 鬼能信你 赢了断衡 我的必死结局应该就此改变了吧 危机总算过去了 我得好好休息一段时间 啊 命格变成了恶云之子 这跟天煞孤星也没差多少吗 哎呀 虽逃过了落霞谷一战 却又回到了被推下悬崖粉身碎骨的死局 哎 这个被剥夺内门弟子身份又是什么鬼 哎呀算了 车到山前必有路 走一步看一步吧 断衡在匕首涂了麻药 让人无法动摆 幸亏不是毒药 匕首上流了道浅浅的血槽 再慢慢给人放血 断衡这是要他看着自己一点点厌气啊 真是歹毒 好 虽然失血过多 但还有一些尚存 能救 只有用这片金叶子 来让你恢复生机了 这就是你办的好事儿 出了这么大岔子 让别人怎么看我 陈家宝三百四十八户 前来道贺的百名修士被屠戮殆尽 宗内外门弟子百名 内门弟子十几名死伤惨重 你让我如何向流云老祖和外界交代 宗主息怒 我等已长命事情的全部经过 此番乃内门弟子段衡 与赤鬼宗理应外合所为 才造成了如此惨重的局面 只是我们找到断衡之时 断衡已死 死了 流云老祖 岂是你这样好糊弄的 我拿一个死人怎么交差 宗主莫慌 叛徒断衡曾与叶楚云交往紧密 而且有人举报说 曾亲眼所见断衡与叶楚云交换过信物 如果我们做事叶楚云也有叛变的事实 叶楚云是流云老祖的门人 他既然没有管教好自己的人 那流云老祖想必就没有立场指指责您了 不错 是个可行的法子 就是可惜了那小子的天赋了 叶楚云人找到了吗 报 禀告宗主 叶楚云带着陈家小姐陈静柔 已进入宗门内部 证据确凿 居然还不老实交代 来人 给我安住他 叶楚云 你与段恒一直交往姐弟 那个赤鬼宗的信物霍玉 也是你们身上献搜出来的 你还有什么好久变呢 我说我真的是被人陷害的 是段恒骗了我 你们会信吗 哦 这居然就是赤鬼宗的霍玉啊 段师兄 你真是死也要拉我下水啊 少说废话 别浪费我时间 看到你我就不爽 师尊交代了 要不惜一切代价 调查清楚真相 证据摆在面前 你若还不承认 就只能让你尝尝 这镇魂钉给输入了吗 小子 给你个忠告 我劝你在萧平天动手前 最好是老师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这镇魂钉 除了让你修为尽尸 灵魂青疮百孔 无法再修炼以往 最煎熬的是 能让你日日夜夜 都尝尽钻心刻骨的痛住 到时 你就会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为了把事情推到我头上 你们也是煞费苦心啊 居然连这么恶毒的刑剧 都搬出来了 我没做过就是没做过 要我承认什么 还在嘴硬 什么 怎么可能 啊 我居然没事 你不可能逃得掉 去 这 人怎么可能把镇魂钉 都给堆歪了 这个小子 难道是钢筋铁骨吗 你小子到底是什么人 你第一次见你 你就觉得哪哪都不对劲 有种失落的痛感 虽然不清楚 你为什么能帮助镇魂钉 无论如何 今日我 一定要 让你死 小冰天 别冲动 你要换了宗主的计划 这小子现在不能死 我看今天谁敢动他 谁 女爹大佬 麻烦来了 靠近凭一些闲烟碎雨和一块玉 就要杀人 是否太过武断 我看这件事还得继续调查才行 以防有些人公报私仇 小平天 你冷静点 别忘了宗主的吩咐 现在终是放人的时候 滚 还不用你来指挥我 我自有安排 这是你自己的意思 还是流营老祖的意思 小平天 注意你的态度 我是老祖的清传弟子 按照辈分 我现在可是与你师父平级 轮不到你来质疑我 放下他 那就依你 小师叔的意思 现在该如何处置 他与段恒来往过密是事实 莫非就这样放了他